迎接蘋果公司發表iWatch 美國民眾看不看好呢 東新聞記者就發現了 洛杉磯的民眾有兩極化的反應 不會買的消費者就擔心 這個螢幕可能太小了 功能也可能不多 相較之下 不如買手機比較實際 不過呢 死忠的果粉還是認為 產品已經等得夠久了 因此再貴都要買 好 謝謝主播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 就是在LA的市中心 也就是LA Live 那麼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也看到背後 來來往往許多的都是現在的年輕人 那他們呢 對潮流的追求也是比較高的 不過呢 我們問了一輪以後 我們竟然發現他們對iWatch 這樣一個所謂的手錶的功能呢 他們是持保留的態度 為什麼我們來聽聽看 By iWatch or not Probably not No Why Too much technology for me I don't use an iPad I'm a Samsung man Too inconvenient You can't What are you gonna do Try to watch something on there 是 那麼雖然有一部分的人反對 不過我們也發現呢 還是有一些很死忠的果粉 他們對iWatch抱有很高的期待 因為一個最主要的就是 他們可以在7秒鐘之內 不管是查詢所謂的電話 查詢所謂的簡訊 甚至是電話溝通 都可以用iWatch在7秒鐘之內完成 因此呢 這個7秒鐘定律呢 他們是相當的看好 我們也來聽聽看 他們怎麼說 真的 我真的會買它 我一直在等待它 我感覺到它會很棒的產品 我沒想到買它 這裡 很值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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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英文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